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大學生必學的30個Python技巧中的第一天 也就是第一個要教的技巧 在學程式之前當然就是要先建立好一個寫程式的環境 那我現在就要介紹兩個 第一個是Spider,第二個是Collab 接下來的影片都是用這兩種方式寫的 那我先介紹第一個Spider編輯器 它是Anaconda裡面內建的 那麼建置Anaconda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安裝很方便 那裡面也安裝好了很多常見的環境 像是Jupyter Notebook還有Spider都是比較常用的 那我現在就先教你們怎麼下載Anaconda 首先就是在這裡搜尋 接著點到它的官網 按下這個Gate Start 就有Download的這個選項 那這裡就可以根據你的系統 來選擇你要下載哪一個版本 像是Windows就按這個嘛 然後Mac或是Linux 就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去選擇 下載的部分我就不再下載一次了 因為我已經有了嘛 其實安裝它也非常的方便 你就下載完之後按下安裝 有下一步就按下一步 有完成就按完成 這樣子就建立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 Spider編輯器會長什麼樣子吧 首先就是Anaconda打開之後 然後這裡就有很多種不同寫程式的地方 那我要介紹的是這個Spider 它長這個樣子 按下Rug 那打開之後就是長這個樣子 在Spider裡面可以去撰寫 可以去執行Python程式 Spider還提供了簡單的智慧輸入 還有強悍的程式除錯功能 在左邊這一塊就是寫程式的地方 然後這裡是程式執行的結果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變數還有檔案的瀏覽的地方 就是還蠻方便的 它會顯示說這個變數現在的值是多少 這樣子 那執行程式就是這個環境最重要的地方嘛 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三角形 按下去它就會執行所有的程式 那如果你只要執行單行的話 就是按下這個白色的三角形 它就會只執行你要它執行的那一行 那基本上你只要學會執行程式 學會Python就是時間的問題啦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好了 在一開始寫程式的時候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都要先輸出一個Hello World 不管是任何語言都是這樣子吧 那我不要Hello World 我要Hello Nini 就是要跟它們不一樣 然後按下執行 它就會執行出我剛剛打的這一行 那這樣就測試完囉 喔對了 還有一個地方也蠻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更改這個界面樣式的話 可以按下這個 像是板手吧 點下去 然後選擇這個 這裡的話可以更改它的背景顏色 像我現在是黑色嘛 如果按下這個它就變白色 或是你想要改它的字體 這就是改字體的地方還有字體的大小 所以你想要變更它界面的樣式的話 就是在這邊做更改喔 以上就是Spider編輯器的介紹 現在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Colab 剛剛介紹這個Spider 就已經聽起來不錯了嘛 那為什麼還要再介紹Colab呢 它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就是 它非常的簡單上手 完全沒有任何下載或是安裝的步驟 只要打開瀏覽器 然後搜尋Colab 就可以使用它囉 第二個就是 它可以免費使用GPU 因為Colab是使用雲端虛擬機 來運行的編輯器 然後是由Google免費提供的 對於新手來說 就已經蠻夠用的了 第三個就是 它有一個很方便又很輕鬆的購用功能 因為它是雲端來操作的嘛 所以它是存在Google Drive裡面 並不是下載到一個電腦裡面的 你在轉換不同環境的時候 都可以無痛轉換 所以這就是Colab的好處 那我們來看看要怎麼使用它吧 直接搜尋Colab 按下第一個 然後這邊按一下新增筆記本 這樣子就好了 非常的簡單 不用像剛剛又要安裝什麼Anaconda 然後還要設定什麼外觀啊 這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 在這個區域就可以打上程式嘛 像是我一樣輸出HelloNini 然後這邊這個箭頭就是可以執行 按下去 它就會輸出了 這樣子就是Colab的使用方法 非常的簡單 也不用下載任何檔案到電腦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編輯器 所以我接下來的影片 主要都是用Colab來操作 那今天就是第一個技巧 介紹了兩種不同的環境 那就可以看你喜歡哪個 就去下載哪個囉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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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詞 每支援 在這裡 ON 在這裡